大家好,这里是毛歇,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就像看过再多的书,也有他没看过的内容,没记住的地方,就像我今天要说的游戏,不论你是玩了多的游戏的老玩家,看了多少关于游戏的介绍,公路还有网站,你也有没看过的地方,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六个关于游戏里能挥你三观的冷知识吧,第一,寂静岭和幼儿园奶爸竟然发生在同一个世界里,寂静岭是科纳米经典的恐怖游戏了,不知道有多少玩家被他吓到全身发抖,在游戏中你会倒一个角, 小学的地方,会在那里搜寻主角的女儿学历,但是如果你观察的足够仔细的话,会发现那个学校和施瓦辛格的经典电影幼儿园奶爸是同一个幼儿园,这样的冷知识确实让人冒出冷汗,第二,鬼泄是《森华威迪4》开发中意外诞生的游戏,2000年时候,《森华威迪4》开发企划案刚刚开始的时候,神谷英树最初的《森华威迪4》企划案被塞,因为里面创新要说过,已经不适合森华这个名字了,好在卡普空高层没有 又扼杀这些有创意的点子,让神谷英树单独另外制作了拥有这些要素的游戏,结合当时鬼谷者敌人浮空这个bug,神谷英树灵光一散做出了鬼气粗带,还有一束三上本来打算把里昂设置成一位感染了病毒变成超级战士的双全客,但是觉得不符合生化危机的游戏模式,然后就把这个设想丢到垃圾桶里了,然后神谷英树给发现了,于是就,你懂的,反正浮空射击的bug立功了。 第三,核心装备4的最终boss战略,如果你不反击,你就会得到液体三猫之纹,大概就是最终boss战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代表之前的三部作品,在第三个阶段,如果你不反击液体三猫,它就会跑来牵你,你还会获得一个奖杯,这小岛秀夫是什么操作。 第四,光云最初被设计成了一款即时战略游戏,在开发的最早阶段,光云是被当成一款RTS游戏,即时战略游戏来设计的,登录的平台也是Mac和PC,当然最后RTS版的光环,也就是光云战争还是发售了,但如果游戏最开始就是RTS的话,还会有限制的地位吗?反正光云战争的结局是不怎么样的,所以不想象这些如果会是什么样的。 第五,瑞典学校将我的世界纳入13岁学生上课教材,根据瑞典当地新闻媒体的报道,位在斯德格尔摩的Victor Rydberg学校将我的世界这款游戏当作13岁孩童的上课教材,希望鼓励他们进行多元思考。 学校老师Monica Eekman说的,孩子们喜欢并沉寂在他们的游戏世界中,他们学会了有关城市建筑的规划,并试图合理把每件事情都做。 这项课程以学习美术获得目光并无太大分别,这项计划起因于瑞士当地的各所学校举办了以未来城市为主题的竞赛,每所学校都被要求设计相关的课程来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 而这所学校这个选择了以我的世界来当作教学的助才,游戏达到这种成绩也算值了。 第六,马里奥的名字原来是任天堂在美国的第一个房东,当时大金刚刚刚发售,在美国销量平平。 于是任天堂在美国有段时间交出前,一次门位有人敲门,开门看却是来取讨房租的意大利美国的房东马里奥。 马里奥走后,大家把街机通向电源进行测试。 当矮胖的Miss Wade Game出场时,在场的人都不禁的捧腹大跳起来,因为这个形象糊涂脱的就是那个房东马里奥先生的散装光盘。 于是马里奥的仓户很快就在任天堂色内流传开来,那些说马里奥的名字是石碗公的其实错了,造型倒是意大利石碗公,但名字是这位包猪公。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内容的话,就留个硬币收藏赞。 感谢您的观看,拜拜!